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因是我姐姐特别喜欢吃莲藕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而我自己是近几年来 有机会吃到凉拌莲藕 我才开始喜欢上她 要凉拌的莲藕 你要特别挑过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有机莲藕的故事 高龄78岁的江明德阿伯 在田间弯着腰采收莲藕 他说每年农历的九月开始 就是开始采收莲藕的时候了 九月九月八月八月八月 九月八月八月 不是国务 看这个浪漆的这个 这个 这个摺村 那些座植 座植如果越炸就越炸 更热就越炸 那如果说座植越慢 又冬到要死了 冬到去不止 冬到去不止 就会痛苦 对啊 你...你...你... 你...你...你准年了 准何步啊? 哦...二十多年 那一开始哪里想到就这样 就... 台下想说 都准来吃 准准的啊 想说下的 捕在我很疲劳 加減蒸這個 江阿伯種點藕已經很多年了 他說每年都要留一些藕條下來 作為來年再種之用 這三毛一包一張 這三毛一包一張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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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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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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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 這...他...這有這個 這隻 挖蓮藕很辛苦要用手指頭不停的在田間找尋蓮藕的所在 阿伯說每次他的手指頭都挖得很痛 這個沒空 現在老的膽沒回來 沒有啊 身體不太好 這田田有好處喔 這樣餵好處 蔥汁還有骨頭 還這樣餵著 餵著餵著 不難看 這骨頭是打起來 生氣的會生人 這個牆壁,一拆托 那個牆壁的牆壁 牆壁的牆壁要去牆壁 沒有牆壁就要牆壁 就要牆壁 沒有牆壁 刺不住牆壁 沒有牆壁 你剛才說牆壁 莲藕對土壤的要求不苛 適應性很高 但是以肥沃排水方便的沼澤 或是水田地最好 沙質的土壤就比較不適應 莲藕的栽培 這隻好像不用噴農藕 栽培是栽培有糖 稍微捏一捏就好了 就好了 會有雞鎖 雞鎖 原來有雞鎖 林仔這裡水才會大條 本來剩這塊就剩這塊了 現在這裡還有一條 放一塊 十七塊 放一塊就像這個 一隻隻雞鎬要通一塊在這裡 這原來漸漸就要去 現在做人家的 這古老都要打斷 這古老都打斷了 現在這要怎樣 現在這條紙就固定了 這條小條 不算了變條巾 一條巾就這樣去 七十五 五十五 這麼風 現在這裡還在生紙 生紙要怎樣 死掉 就死掉了 我現在就背到外形了 我們生到五百 三百 二百 兩百 這樣而已 正面後有很多紅台 紅台拍一拍 收都沒有 多年來靠著幾分薄田 與農賢食打打零工 阿伯辛苦的養家活口 他說做農的看天吃飯 老天爺是看你做多少 就給你吃多少 歡喜做 甘願瘦 這裡差不多 兩百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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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也沒算多嗎 對啊 沒算多 還用卡電回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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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當時你把他拿十斤來 鐵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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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塞車 幾點 你幾點也好 我幾點也好 你這塊鐵來就好 今年好像買三十斤 一次都十斤 十斤 他要買一次都十斤 十斤 這樣 採訪過程中 阿伯一直很堅談 即便聊到 為數不多的蓮藕產值時 他依然輕鬆帶過 似乎聊的是別人的事情 或許蓮藕阿伯的快樂 不是因為他擁有的多 而是因為他計較的少 蓮藕是蓮的根部 肥大有結 而且結結相連 所以稱為蓮藕 它裡面有一些管狀的小口 折斷之後有絲相連 所以才會有一句成語叫做藕斷絲 在中國各地 有名的蓮藕產品很多 例如蘇州的河藕 唐朝詩人韓語是這麼形容的 他說 冷筆雙血 甘筆蜜 一片入口成蛾泉 可見蓮藕有多好吃 而且在唐朝的時候 它已經被清點為玉膳供品 像這麼有歷史淵源的食材 我們老祖先是怎麼運用它的 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蓮藕 我們都知道它是碎蓮的根莖 它是埋在水裡面的 雖然它夏天在開花 可是因為埋在水裡面 它的體質會比較涼一點 會比較冷一點 我們中間把它在習性上 規列成寒性 那我們通常都來做成 涼血止血的藥 這樣子對身體一些 燥熱性的東西 或者初血性的疾病 它會吃這個蓮藕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簡直上是把它當作 一個涼血止血的一個很好的藥 藕蓮藕這個東西 那老祖先也不浪費這個食材 它不會把中間這個藥入藥 因為中間可以吃 拿去吃煮湯 炒菜都很好 然後剩下藕結你要丟掉 它不讓它丟掉 變成你可以把它磨成粉 變藕結粉 它可以來涼血止血 通常會用到什麼病人 就是我們例如說流鼻血 牙齦出血 有時候胃出血 稍微的胃出血或腸出血 或者是痔瘡出血 我們老人都會用這個藕結來做 這個藕結這樣運用 甚至有時候把它炒焦了 炒焦了 因為焦炭的東西 它能吸附那個血的物質 很容易止血 所以它會在腸胃道出血的時候 會給你吃這個叫做藕結炭 藕結炭 它就把它讓它吃下去 讓它能夠去把這個 裡面的凝血的因子 能夠一些血吸附 讓它凝血比較快 讓傷口復原的比較快一點 體質上 我們在臨床上 拍到這個病人 我們大概都會 看它腸胃供人的狀態 然後因為腸胃供人 各種所謂的產氣的位置 很重要 所以你機身腸胺不好 飲食腸胺不佳 食慾不佳 通常還有一些手腳 無力的病人 這些大概都是屬於皮膚 比較虛弱的病人 通常我們都會針對病人 屬於陰虛照熱的 出血型我們會這樣用 像說有些病人胃火比較大 胃火比較大 牙齦就會腫脹 甚至刷乾牙就出血 這種病人 我們也會給它熬結 然後例如說 有些工作很忙 飲食不定 造成胃有點出血 出血的時候 大便會比較黑 比較黑比較黏 甚至會有點拉肚子 我們也會給它 這樣因為它可以 止血也可以保護胃壁 然後再下來 就像說 痣瘡出血 痣瘡出血是很多人的痛 痣瘡出血 我們也會給這個藥 它也可以量血 像是輕火 一方面就可以止血 所以我們離床上 對這種病人 我們就經常來使用 像說如果蓮藕粉 你每天泡一杯 500cc 200cc都可以 然後它又沒有毒 也沒有什麼毒性 所以也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也不要過量的食用 因為我說它性質比較偏寒 如果說你吃太多 像一天三餐吃就不好 你一天吃個一餐就很不錯 那對於 如果說吃太多 你胃會 續寒的病人 就會開始有些反應 有一反應 胃就會不舒服 所以這樣的情況 可能就比較不好 所以就適量 然後看你身體能承受多少 那會建議像蓮藕粉 每天一杯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說炒菜來吃 大概一餐左右 這樣子就很適合了 口感清脆微甜的蓮藕 它可以生吃 也可以拿來做菜 尤其是它的藥用價值非常的高 一般的婦女在產後 她是計時生冷 可是唯獨不計蓮藕 是因為它有消除淤血的作用 所以才會有 新采蓮藕聖太異的民間說法 今天我們就請阿祝師 來為大家推薦一道 營養美味的蓮藕料理 歡迎阿祝師 林哥你好 阿祝師 是 今天你要為大家推薦一道 什麼樣的蓮藕料理 我們做了一個 蓮藕其實在西方比較少在吃 因為西方不產 是 對 那我今天 可是我今天用西式甜點的做法 來做這道蓮藕料理 甜點的 對 就是在西方我們會吃這個 用紅酒去煮西洋梨 去煮其他的水果 那其實蓮藕也像是水果 是 那我們用 所以我就用紅酒加很多的香料 去煮這個蓮藕 有點 然後這個香料裡面 這個酒裡面會加大量的糖 所以有點像糖漬 那它吃起來風味會不一樣 而且越擺越好吃 真特別 紅酒配蓮藕 這個在我的生命裡頭 是難以想像 因為我們家的蓮藕 除了煮湯還是煮湯 你沒有吃過沙拉嗎 後來這幾年才吃到涼拌的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脆脆的 是的 那今天用紅酒來是很特別的 是的 好 好 那介紹一下我們的材料 基本上就是要紅酒 那這個紅酒其實用便宜的酒就好 好 那我們這邊有 已經先煮滾的紅酒 你如果覺得你怕酒味太濃 你可以一半的紅酒一半的水 可是像你擺這麼多這個會不會醉 不會 因為它會煮一段時間 它會燉煮一段時間 所以它的酒精都會跑掉 OK 對 那我現在把酒煮滾了 然後我們會加一點柳橙汁 對 加一點柳橙汁 好 真特別 真是不愧是阿術師 味道比較有點變化 然後糖 要大量的糖 這樣才有糖漬的效果 我們把它加進去 你放心 你不會全部都喝下去 這是我看過做菜最狠的一次 可能就這樣下去 很多 這個 是… 那不是就好像糖漬 煮起來會變哥哥這樣 不會 沒有那麼多… 好 然後呢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這個酒裡面要香料 香料 要很多的香料 好 那這些香料包括什麼呢 就是肉桂棒 肉桂棒 一般我們用的肉桂粉是肉桂皮 就是這個肉桂棒把它磨成粉 好 我們放一根下去 然後呢 要月桂葉 那一般有乾燥的 這是新鮮的 那你以新鮮乾燥都沒有關係 好 這個月桂葉就是那個 我們在國外… 國外有時候你會聽到說 可以生生生的嗎 不行 它是提供香料 香味 我們也把它放進去 OK 然後呢 香草 香草豆莢 對 那我們可以把它刮開 對 這是全世界第二桂的香料 好 那我們要的是它的籽 所以把它稍微丟進去 真是昂貴啊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沒關係 可以用香草精代替 好 那這個豆莢 也可以放進去 來 然後呢 還有什麼呢 我們放一些黑胡椒 好 這些黑胡椒 不用磨嗎 不用磨… 對 磨的話味道太重 所以我們放整顆的 少量放一點下去 OK 丁香 像丁子一樣 所以叫丁香 好 對不對 那這個丁香通常我們會 熬高湯的時候會用 那它可以插在這個東西上面 為什麼要這樣插 它就不會亂跑啊 OK 對啊 我們就不用再花時間 把它撈起來 OK 好 丁香味道很重 所以千萬不要放很多 大概放兩顆下去就好 OK 好 另外呢 還有一些 新鮮的香草 譬如說這個百里香 你揉一揉 它會有一個 很香啊 不用揉去很香啊 它不會搶味道 好 好 把它丟下去 OK 接下來呢 我們放一些薄荷 薄荷 對 薄荷就可以生吃了吧 對 薄荷可以生吃 要吃嗎 我吃一個 好 把它丟下去 好的 我們大家煮滾了之後呢 我們蓮藕 蓮藕當然就先削皮 好 先削皮 我們在挑蓮藕的時候 有沒有要注意什麼 越飽滿越好 越飽滿越好 對 好 那蓮藕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吃的 它的口感非常好 那所以我們在煮的時候呢 現在煮滾了 對不對 它已經煮了 它已經煮滾了 那我把火關小 用小火去燉它 我們不希望煮到很軟 差不多細小混均 好 那煮的過程中 不時你要把它翻一下 翻一下 讓它能夠每一面都吃到這個 都可以浸到這個紅酒 是 就這樣子煮 差不多三 四十分鐘以後 就OK了 那當然 如果你喜歡一點酸味 好 你可以加 加一點檸檬下去 加一點檸檬汁下去 好 檸檬汁下去也OK 好 都是草 是 都是草 對 草跟水果 你剛剛講說那個香草豆莢 全世界的第二櫃 那第一櫃是什麼 第一櫃是芳紅花 芳紅花 對 就是我們吃西班牙海鮮飯的時候 裡面那個顏色是芳紅花出來的 那芳紅花是花蕊 所以 而且它一定要人工材 所以它非常的貴 對 既然都已經提到了 下次我們就請阿蘇汁帶來吧 好 是… 好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花時間 花一點時間下去燉煮而已 那沒事的時候就是來把它翻一下… 那這道菜是這樣子 燉煮好之後把它放到冰箱裡面去… 然後隔個一天兩天再拿出來吃 味道會最好 好 那記得不要煮過頭 煮過頭就會太軟會不好吃 會…那個口感會跑掉 是啊 我以前不喜歡吃蓮紅 就是因為都煮湯 對 吃起來都是… 就是… 爽爽 爽爽 對… 好 那就讓它煮 像這種已經… 它的紅酒都這麼多 都已經硬過去了 還要一直翻嗎 對 還是要一直翻 因為它會浮在上面 它裡面有很多孔洞 它會浮在上面 那… 基本上… 為什麼要放一天晚上… 放一個晚上 讓它吸更多的汁進去 就是你已經煮完之後 就把它泡在裡面 讓它把所有的這些汁 醬汁都全部吸到裡面 沒錯 好 OK 這裡就是之前煮湯 你看 泡了之後 它整個顏色會非常的… 真的 會非常漂亮 好 它的顏色會很… 就是不像蓮藕的顏色 它就是吃到紅酒以後 整個是紅色的 不是 你不講人家看不出來 這是… 對 沒錯 這是蓮藕嗎 是的… 然後它的湯汁 現在會變得非常好喝 會不會脆啊 當然是不會 因為煮那麼久以後 它的這個… 酒精已經都會發酵了 試試看 就很多的香料的味道 所以這個湯汁你不要浪費 平常… 如果這次沒有用完 你甚至可以下一次要煮的時候 再加進去一起煮 沒有關係 不是 它… 還真說不出來 它… 是什麼的香… 它就很多的香… 很多的… 對 很多很多的香料的味道 對不對 好 那這道菜 如果天氣冷 你可以吃熱的 對 已經熱熱的吃 也很好吃 要不然白冷的也可以吃 白冷的吃冰的也可以 對 夏天你也可以吃冰的 冬天你可以吃熱的 還不錯 其實… 我以前很喜歡喝紅酒 但是後來… 好幾年已經不喝酒了 可是我還是滿懷念那個味道 是已經沒有酒精味了 但是就很香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可以裝盤 謝謝 這好在是有阿蘇師 要不然一般蓮藕煮過的 像要煮這麼久 他跟妳講三四十分鐘 煮過的我大概就興趣缺缺 因為小壽司的這個口感 對我的印象來講不是很好 這個如果敬更久 它的顏色就會吸更多 好 我們目前中間還是白盤 所以你才說隔夜之後會更棒 對…沒錯 真期待 沒有看過這樣的蓮藕吧 來 再來 一般都是做菜的時候很花功夫 然後呢 煮好了就是往盤裡放 可是阿蘇師在擺盤時間 大概跟他在煮的時候 煮料理有那麼誇張嗎 而且你看你那專注的神情 你看 擺了 他要看那個感覺 好 可是你旁邊要擺什麼 你真就沒有東西可以擺了 旁邊沒有東西對不對 有 就是我們的湯汁 OK 這個一定要它的湯汁才會好吃 所以我們把這個湯拿起來 淋上去 你當然可以縮得濃稠一點也OK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淡淡的這樣子 可以喝也很棒 其實可以當 應該講說當湯汁還當果汁 對… 甚至你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結成冰 做成冰棒也非常好吃 對 那還得了 可以熟…可以熱的吃 可以冷的吃 你湯汁還可以當冰棒 對 沒錯 看到沒 阿祝師就是這麼費工了 所以你看他煮飯就很享受 那待會兒在吃的時候 更享受 現在你這是要… 這只是做一個… 做一個… 對 你可以放或是不要放好了 不要放 有…我看你怎麼放 沒有啦 其實我只是想把它夾在中間 好 你夾吧 我看我看你怎麼… 簡單就好 簡單就好 但大家不需要這麼麻煩 OK 你看嗎 不是呢 那我們當然還可以再做一點點這個 所以兩片綠色葉子上就不一樣了 四片喔 是的 這是好看不能吃嗎 對… 很多東西是好看不能吃的 那好吧 那我們來一點可以吃 好不好 你看看… 丟下去了 其實我們有時候到那種 法式料理店去吃東西為什麼會 一下價格翻好幾倍 就是在這個工藝 手工藝 是啊 就是要花很多的時間來擺這些東西 你這是擺飾嗎 就是完全是擺飾 對 好 這樣子就是一道 我們的這個紅酒 燉蓮藕 各位媽媽 蓮藕除了煮湯以外 可以試試用紅酒來做做看 燉真是太棒了 好漂亮 一定很好吃 那祖師啊 是 你這種擺飾 是挑戰我吃的 太漂亮了 對 職業病 職業病 他本來吃這個 這應該是飯後甜點 這是甜點 甜點啊 沒錯 太厲害了 蓮藕應該是主食啊 但是不會啊 蓮藕也可以做成甜點 中式也有用糖水下去煮 煮 對 但是因為這個加了酒 就加了很多的 加了紅酒 所以就已經有一個異國風味 然後加了很多香料下去 所以它的感覺跟中式的 會更不太一樣 對 我這次已經聞到酒香了 甜甜了 對 這是通酒的香氣 對 但是它沒有酒精的感覺 好吃 它煮這麼久還是脆的 對 就是不要煮過頭 火候稍微控制一下 味道就很好 然後再進酒一點 味道會更棒 這是我這輩子吃到 最好吃的蓮藕 可以喝一下它的湯 對 而且很怕吃蓮藕 傷傷啊 這不會啊 又沒什麼味道 不錯喝好 滿好喝的 所以這個冰冰的吃得非常棒 雖然沒有 已經沒有酒的味道 但是感覺都還在 很享受